民众党虽然要被判刑的就只有高宏安这一位 但其他的所有参与选举的 整个形象都都被拉下去 您觉得这样划算吗 接下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见到这个新竹市长高宏安 长大人飘飘凉凉 而且40岁左右 结果就犯了一个另类的滔天大罪 所谓滔天大罪 大家说那个金额不就46万 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 那怎能叫做滔天大罪呢 是啊 您没说错 46万看起来真的是小 而且民进党那边所犯的罪 往往可是数十亿乃至于上百亿 怎能说它叫滔天大罪呢 大家注意 如果不是贪污的话 涉及到金额很大 那可能所求储的罪啊 还在十年以下 可是啊 如果是像高宏安这个 是立法院助理费给弄过来了 它就叫贪污 而且求储的往往都很重 尤其是你再三否认 你要让他不断的要找证据来证明你有罪 这个他则是检查官 那你就会变成扣上一顶严重的帽子 这个帽子叫做半口态度不良好 你说我又没有咆哮工堂 怎么叫不良好呢 对不起 这不良好是你一直不认罪 称之为不良好 那么现在的官方显然以为 不认罪就等同于可以接近于无罪 那他弄错了 因为在台湾的法律面前 这些很明文规定的可是很难逃了 而且过去确实已经有上千个人 是因为同样的事情被拉走了 并且就分成两种 一个是很快就认的 那么求储的就很轻 最轻的我给大家举个例 就是曾经干过台北司议员的某一位 而且他还是在国内大学干过教授的 请拍 这个人全部都认了 而且立刻把钱交回 并且不断的道歉 这叫态度良好 那他怎么被判的呢 他就是被判缓刑 不用管 然后呢 拿走工学 你以后呢 很长一段时间 别想选举了 当然 这也影响到 这一位教授和这个要师 他既是要师 教授又是要师 或者叫要技师 他大概也别在国内大学再教书了 因为你被 人家把公权给刺着了嘛 但是他至少啊 得了一个全身 他不用进去里头关了 这就差了很多 可是另一类的人是不断的说自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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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造各种说法说这个都是别人的无赖 好 简单话呢 就给各种方法证明你有有有有有 那就是你啊 而且他传很多的证人来证明你真的知道 你真的就是有拿这笔钱 不管这个钱啊 不管这个钱啊 是从十块钱到十个亿 乃至于十万个亿 对他们来讲是一样的 贪污就叫贪污 除非你不知道自己在贪污 那你真的不知道 那他发现你还真的不知道 那你就是无意而反 好 那检察官就必须要去用各种方法作证 你是有意义的呢 还是非故意的 结果高宏安这件事情啊 因为上面拿的是他立法院那些助理们 每个月的薪水所凑成的一笔所谓公积金 这个钱呢 还作账 他们花到哪去 包含买咖啡 也包含洗头发 也包含所谓的买卫生用品 他个人的啊 还包含装甲睫毛 到这来 那还真的不必再做了 那就是这个事情 那你真的干了吗 虽然他努力要变称说 都是前面那一个立委 他的助理直接到我办公室来 我们只是跟着他 之前怎么办 我们照办而已 我们不知道 这叫做违法 那有用吗 这样说是没有用的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只是说另外一个人也违法 而不是说你自己没犯法 更糟糕的是 民众党请全党之力 来支持这个确定犯法 这就对于年轻人来说 非常不待见 年轻人会觉得 你知道知法犯法 虽然钱不太多 可是你就要硬要狡辩 说你这个是没违法 那么我们看到 实际的民调出来了 果然民众党在年轻人的支持度里面 跑了数十万票 各位别小看这数十万票哦 他可能影响你的政党选票 甚至会操到你在国会的席次 都不分区啊 也许你本来八席 将当生六席 甚至生四席呢 照这样下去 民众党如果要不断的以全党来支持一个 确定犯错的人 虽然他犯的不是太大的金额的错 可是在法律上 他求储的 我给大家举你的力不是吗 那个嘉义士现在还在干议员呢 他就被求储的是 二十四年了 到时候如果二审下来 真的仍然求储这么重 这个议员就干不了不打紧 他得几乎 从四十多岁的年纪 一直关到七十多岁呢 您觉得这划算吗 同样民众党 虽然要被判刑的就只有高光安这一位 但其他的所有参与选举的 或者所有他们整个党团运作的人 或党部运作的人 整个形象都都被拉下去 您觉得这样划算吗 当然绝对不划算 这可是形象上的重创哦 感谢您收看